來到新加坡 這些熱帶水果絕對不容錯過 因為它好吃的程度 反正不會讓你失望 來到這可以看到水果攤 這樣子真的非常多琳琅滿目 但是其實我腦袋的目標很簡單 只有一種是什麼呢 就是最有味道的水果 就是榴槤 不過咱們要吃榴槤 榴槤究竟要怎麼挑 最簡單的方式請專家教我們 大哥 分享一下 因為我看你這個榴槤品種有很多種 當地最受歡迎的是哪一種 貓山王 這樣子好了 教我們怎麼樣去挑榴槤 OK 好不好 很簡單 第一 貓山王屁股那邊有一個星星 喔 是有個星星就對了 對 所以看到榴槤五顆星的才是貓山王 OK 好 第二我們就敲 敲 比較硬的就比較乾的 硬的是乾的 對 所以要軟一點的 就空襯了 OK 跟敲西瓜一樣 跟敲西瓜一樣 OK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特別的 還有甜的還是苦的 那怎麼分 你要修一下旁邊嗎 修一下旁邊 對 這種是偏苦的 這是偏苦的 那你挑一顆甜的 問問看 甜的啊 對對對 這同一個品種對不對 都同一個品種 甜的味道就沒有這樣濃 真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這種味道很濃的 就是偏苦的 好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挑一個偏苦的 好不好 對 好那咱們 開始了嗎 開始了 來我看你試一下 對 老闆我忘了問你價錢 你拿28塊的東西 哈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OK 直接拿起來吃 喔 哇 一顆就好 那一顆 來 拿起來 哇 真的是驚豔老道 其實每次遇到要買榴槤 就很苦惱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 不過呢 老闆剛剛教我們方法 所以果然這是有含水分的 究竟好不好吃呢 所以你吃要不要來一口 不要 我跟你講 吃榴槤呢 這樣我們一次就吃一顆 而且我們要細細品味 這樣好了 麻煩你幫我們切出來 那我們在那個旁邊可以吃 那我覺得來到這個新加坡啊 吃榴槤啊 他們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旁邊就有附了桌子 然後呢 你只要找到一個你喜歡的位置 坐下來 你就可以好好的 大塊朵一番 怎麼坐這 超好吃的 超人氣的產品 超好吃的 另外一個呢 超人氣的產品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山竹其實它長得很特別 來 很容易的 你選上去的話 你按軟的就可以了 軟的就可以了 哦 老闆我覺得這山竹呢 長得挺可愛的 而且呢 你看看它屁股後面 感覺好像是一朵花 對啊 就裡面有幾半 屁股這邊就用去幾半 哦 裡面啊 有幾片 它後面這邊就會有幾片 對啦 好特別 那這個東西大概怎麼剝比較好 剝很簡單 你摸一下軟的 軟的 就熟了 剝開就開了頭 上面擠一下 哦 就開了 很簡單 哇 好漂亮哦 來 吃一下 拆開之後你會發覺呢 這樣一顆一顆的很像什麼 很像 蒜頭 但是呢 這藏起來的味道像不像 蒜頭呢 肯定不像 哦 酸酸甜甜的 酸甜甜的 這味道真的很好 而且 它的好處就是它不會上火 對 它是解熱的 它是解熱的 所以呢 吃完榴槤記得 10.3組解熱一下 重點還可以中和它的這種口感 剛剛東西是偏甜 帶點酸 剛好可以撿那個甜膩的感覺 哇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這不算錢啦 不算錢啦 老闆招待 太棒了 今天來到亞龍 也就是榴槤一條街這邊呢 其實吃這個榴槤吃得非常過癮 下次呢 觀眾朋友來到這 別忘了 該怎麼挑選好吃的榴槤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同時記得打開小鈴鐺 也請大家呢 追蹤我的 IG Facebook 微博 以及遊戲比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 哈哈哈哈 打開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acebook 微博還有 追蹤你 好難喔 喜歡我的影片呢 我會知道